我是萌萌虫,很高兴又跟大家拍个视频,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首先很感谢网友对我的关注 然后今天有个粉丝发信息给我 他说这个空调的挡风板 他不会拆 他怕太用力了 把这个挡风板搞断了 这个粉丝他已经也是在做这个行业的了 已经入行了 已经在做这个行业的一个新手 然后他不会拆 其实这个挡风板都是大同小异的 都是有两个卡扣 就这样掰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我给大家操作一下 我自己家的空调 好,大家看到这是我家里的这个空调 这是还有的 他这个挡风板怎么拆 首先他这边是有个卡扣的 这边还是有一个的 现在我已经拆下来了 在我手上 因为我一个手拍着视频 一个手不好拆 他这个扣子是扣在里面的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掰一下 掰一下 然后这个拿出来 拿出来一点点 然后把这里面的扣子取掉就行了 把这个白色的扣子取掉 取掉之后 然后这边 这边也取掉 取掉之后 再拆这两边 再拆这两边就可以了 还有这边就可以了 你看现在这样就拆下来了 然后这边的话就拿下来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很简单 然后我们装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装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新装右边 新装右边 因为装右边比较好一点 因为右边有卡扣 因为右边你看一下 它这个是 这个是有形状的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清楚 看一下这个吧 看一下这个 这个口子这里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 一个卡扣的 它不是云形的 它一定要把这个 把这个卡扣给卡进去 所以说装右边比较 新装右边比较好装 然后左边的话 左边的话就是一个云 直接卡进去就行了 不需要按它的形状给它对齐了 然后我们把右边给装上去 好 现在看到装上去之后 然后这边也装好了 这样它可以左右晃动的 然后我们再装这个 再装这个白色的这个扣子 这个卡扣 就这样 就这样卡进去就行了 知道吧 这样卡进去就行了 从这下面 从这下面卡进去 好 看到已经卡进去了 新装 新装这里面这个 新装里面这个小洞 这样新扣这边 扣好之后 然后再扣外面 就可以了 这边也是一样的 已经装进去了 这个挡风板就这样装的 好 大家好 刚刚看到这个空调已经 挡风板 教大家已经拆了 就是这样很简单 只要挡大心细 对吧 不要太用力的掰了 然后这个轻轻的 轻轻的一掰 然后这个卡扣这边就可以拿出来的 这个很简单 然后我们这个就是拆这个空调的挡风板 然后其他的有很多空调挂式的空调 它的挡风板 其实都可以拆掉的 然后大多都是大同小异的 因为不拆掉这个挡风板的话 这下面的风轮就不太好冲 用蒸汽或者是用水就不太好冲 只有拆掉才可以 然后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到这里